九五这一题也是很典型的学测的问题 就是说它不太属于任何单元 就是要你靠一个阅读 然后尤其是读懂这种题目 它现在有一个定义 有一个函数规定成这样子 然后问它这个叙述 所以它说什么叫最佳分解 就是分成两个很靠近的越好 所以它这边其中一个引导 四呢 四当然就分成 二乘二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二分之二就是对的 好那二十四呢 三八好像是 可是还有更近的嘛 更近的 对四跟六 所以它的最佳分解就是六分之四 这是三分之二 好那二十七 它实际上是分成 九分之三 九三二十七 这是最近的 这是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错 这是对的 但植数它当然就不能分了 所以植数就对的 如果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写成例如说k平方 因为这时候刚好最靠近嘛 两个都叠在一起的 所以往别人去平方数 就是对 k分之k 所以这里答案就是 一一三四五 所以答对率还蛮高 但是有耐心把它看完 它问了 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就好了 然后再来